大家好,有聲音嗎? 大家有聲音嗎? 今天是這個深港福安宮的安寅落盡 現在看到的是福安宮的東南影 前面看到的是大鴨 我們可以看到鴨頭上面有很多鴨點 深港人會叫做鴨蝶 中間可以看到的是深港福安宮 那旁邊左右兩邊就是聖大魯跟仙峰 還有今天來參與宮廟 他們都會準備這個鴨蝶 放在鴨頭 那鴨頭總共有12個鴨頭 那今天參與的宮廟大概有25間 前面可以看到有餅乾 有蝶蝶、蝶蝶、冰馬的象徵的指紮物 我們這個聖大樓的法師要進來安寅了 簡單說一下今天落盡的隊伍 前面會有仙峰 再來是鴨蝶 那中間就是今天參與的宮廟 最後面呢 在這個媽祖價錢會有這個聖大樓 深港獨有的一個大爐制度 那現在法師在開癮 那就是開癮 把不好的東西啦 或者是等下也會一直聽到鞭炮的聲音 把這個地方清淨一下 讓這個冰馬神明可以住駕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大爐旁邊有一個水溝 這個鴨頭通常就是在水鎮旁邊 像這裡有一個水鎮 或者是早上我們看到那個河邊 大渡西畔 然後下午比較多重點就是這個海邊 那這個海邊非常非常的集中 它大概有四個銀頭 在這個短短一兩百公尺內 那現在是這個象徵樓的這個村莊 他們的神教要進來拜這個鴨頭 那神教上面有這個令吉 是這個大樓的才有的 對大樓的這個村莊才有的 那中文也會帶大家來看說這個大樓 這個象徵樓到底是長怎麼樣 那今年是這個泉州村的這個盛大爐 象徵樓這個樓住的這個輪子 它是十五個船 十五船里 就是深港鄉十四個村 加上這個河美鎮一個湖內裡 為什麼這個河美鎮的湖內裡會進來 這是以前 清代的時候 深港叫做德宜新普十八樁 那時候這個湖內裡 就已經是這個深港福安宮裡面的一個 濟式信仰圈了 所以這個每年 安贏料金還是說這個 年代收兵 他們都會來一同參與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大樓 有這個竹子的這個就是贏客 然後還有這個馬拉旗子傘 轎子 那這個象徵五銀 冰匠都駐紮在這 那大家安贏安贏 大家聽聽 比較常聽到這個贏 就是這個五銀嘛 東西南北中 那深港這邊 東西南北中的話 就是各個莊廟 他們會在今天這個 比較大範圍這個 五銀信仰更早之前 前一個月或前兩三個禮拜 自己就會安好這個整桃的每個小銀 那今天就是來參與這個福安宮 比較大大銀 就是它是座落在這個深港整個祭祀圈的外圍 我們可以看到福安宮的這個隊伍已經來到最後一陣 深港福安宮自己的本陣 最前面的這個是路關牌 那我們的路關牌從以前到現在它寫的就是這個 東西南北銀座落在哪個聚落 那今天可能就是從北銀開始走這樣 那並沒有像現在的這個路關非常詳細 什麼路要左轉右轉啊 什麼迴轉啊這樣 那現在有看到這個彩排 那還有這個指示牌 看起來好像蠻新的對不對 但是這個之前發生火災的時候 把一些這個祭祀用品都燒掉了 那福安宮就重新買一個新的回來繼續用 那還有看到一些穿古裝的人 這個是模擬以前這個皇帝出巡的時候 前面都會有一些兵將 那最後面有一個戴黃色帽子的 穿紅色帽子黃色衣服 他手上就會拿媽祖的令旗啊 還有這個玉子 那象徵 有一個象徵 這個跟媽祖淋令 然後今天要來這個巡視我們這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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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香花好像是幫媽祖開這個香露的意思 媽祖可能接駕的人很多 我們要稍等他一下 應該是有軟腳腳 在等媽祖的時候可以講以前的繞境 以前繞境是繞三天 他是以這個深港鄉比較中心主要的道路叫新港路 深港以前叫新港 新港路分成左邊 分成東邊跟西邊 那可能今年 今年就從東邊 第一天就繞東邊 第二天就繞西邊 第三天就繞這個整個深港鄉的外圍 所以以前的繞境他是有三天來舉行 其實是非常的這個長時間 那比如說剛剛講那個冬天的人 他今天繞境繞到他們村莊 那他們村莊就會辦桌 來驗請這個西邊的人 一起來吃 那隔一天也是這個另外一邊的人 就會驗請另外一邊的人 來吃 可是這個繞境各位可以知道 從早可能六點就要出廟 來這個福安宮集合 是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晚上可能搞到這個六七點 然後又要這個喊班入廟 然後找大累什麼的 所以這個實在是大家受負荷不了 體力負荷不了 沒有像以前的人這樣 後來福安宮就改成之後 繞境只有舉行一天而已 那走的路線就是主要是這個外圍的路線 我們可以看到還有這個法師跟這個開路叫錢吹 這個叫錢吹通常都是這個可能是大甲真龍 或者是這個彰化的男友 這個叫錢吹的這個工作人員來幫忙歐恩這樣 大家可以不停的看到法師 這個為什麼有這麼多法師 這個每個莊廟他們每個農曆每個月初一十五 他都會客棍 他就是下午大概兩三點 村民挑著這個信物 客棍打這個貢品來這個廟城客棍 讓你由法師進行召喻 所以這個法師在每個聚落 這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法師也要來這邊開癮 那今天的法師開癮大概會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神洪 神洪的法師開癮 然後再來就是聖大爐 聖大爐的法師 樓珠川 那個長大樓的樓珠川 他們也會如果人力充足 他們也會有安排法師開癮 那人力比較不夠的時候 他們就跟著這個神洪罵福安宮的這個法師 一起開癮這樣 通常是有一個人 他會拿這個法鎖還有板 大家可以聽到這個板的聲音跟鑼鼓 大概是三到四個人一組 那在這個教聖的前面 剛剛講到這個有二十五支的樓珠 這個二十五間公廟他們大概在安寅道徑的前三天 就會準備十二份 就是十二個鴨頭的這個金座啦 拼啦 還有鴨匠一起交到福安宮 那福安宮再去分配 例如說這個東南營 他就是板頭十八丁的這個聚落要來負責 他就會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然後他就要來佈置這個鴨頭 甚至說周圍這個環境清潔啦 他都要注意 我們現在法師齁已經預備要來開營了 來做人 我們媽祖的神教也已經到了我們的 amountour 就是梁珊啦 神教都會拜一下鴨頭 那說了這個 现在法师就是 哄恰神明 兵将驻扎在 当男人去庇佑 一整年的境内 出入平安 回来法师看一边把不好的东西捷径 同时也会一边放鞭炮来捷径 一支整个鸭炮 妈祖的神教也会进来拜这个鸭炮 神教上面有看到现在有贴红布 信徒的祭父 驾父的香油钱 神教后面有日月扇 最后会有一支三军司令旗来押 三军司令旗 并不是深港福安公 现在才想到说 要给妈祖一个特别的 三军总司令的职称 是在这个前几年出版的这个 深港湘建湘60周年的这个特辑里面 几张老照片就可以看到这个 已经有三军司令旗的这个终影了 这个是最后一个阶段 也是一个法师会来做这个开押 那后面就会跟着这个志工的妈妈 他们是等于是这个随乡客的一个身份 他就跟今天都跟着妈祖走一整天 也是非常辛苦 因为这个总共有二十几公里 都用徒步的 韩国 韩国 所以深港福安公就有派出了两组法师 来做安宁的动作吗 对 一组是主要是不能比较动态 那另一组就是比较静态一点的这个安宁 那这个是以前这个老的庙宫的儿子 那早上他也是蛮忙的 他要当这个喊班的这个监展官 所以等于这个早上他要忙一次 那这个十二个银头他要忙一次 晚上入庙要忙一次 其实体力也是非常的这个消耗很大 那现在法师开边 那整个银头的这个仪式大概就到这边 那中午会带大家来看这个相大楼到底长怎么样 大家可以再密切观察我们的这个粉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